上個禮拜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做的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的106那個完成畫面裡面 裡面的話當然有幾個可能比較重要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這個我們做完的東西 不過我們最後做完的話 上個禮拜就增加幾個重點 第一個包含就是說呢 我需要做這個回 回首頁的按鈕 OK所以將來的話你們 因為再來就期 期末的部分 那期末的話呢理論上 其實如果 其實當然如果這個東西要考試的話其實 還蠻難考的如果要你上機 給你一個題目叫你 現場做出一個手機的App 可能對各位來說應該是有點為難啦 因為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要把一個App 再出個題目給你們考 比如考102 106 可能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部分的話呢我們期末會請各位做一個 就是一個App 那這個App的部分的話 我之前習慣上就是 出一個叫有關文學類的App 那當然你可以做一個文學家 比如說像我常舉例 比如說你找什麼 找那個 像我在 這個 這個 Google的那個 Play商店上面 我是有放個 徐志摩 OK 那你可以找什麼 徐志摩相關的東西 把徐志摩 當然你最簡單就來自於 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上面都有了 你其實只是把維基百科的東西 變成一個App OK 最好大家有一些 創意啦 別的東西沒關係 然後另外的話呢 就是說裡面的話我希望看到的一定就不是很死板板的東西 就是第一個當然 裡面 就是也許啦 我們前面不是講過那個圓角 像這個圓角 把 也許這個效果 可以再進化一下 List View 不要是那種死板板的那個 就是清單 也許可以做個 像這樣的效果 另外的話呢 這個怎麼做 其實就是106裡面講的 另外也許增加一個 你 是不是做一個 像 有一些 溫宣家好了 比如說舒氏好了 他不是有常 就是一直被貶折嗎 那貶折不是有個貶折圖嗎 像我們其實對那個地理位置不是很清楚 比如他貶 貶官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 甚至是到海南島 那比如他被貶折好幾次 那大家路徑 其實如果你可以用一個地圖 來敘述空間的概念的話 那會更好 你可以介紹一下 那個距離 有大概以現在的概念 大概是多遠的距離 不過以前是沒有高鐵這種東西 如果說你用步行 要用走的方式 走到那個地方 你會發現 光 光從他家 走到那個海南島 那個距離是1000公里以上的 1000公里用人工來走的話 能要走多久 可能要走好幾個月 所以你可以想見 難怪以前的人別離的時候 心情會非常複雜 因為可能今生 也許再也見不到面 也許有可能 因為人一去的話 往返就好幾個月了 所以 那怎麼樣去敘述 這個 有關這個距離的部分 你可以用 像現在 我們是比較方便 我們可以用地圖的概念 來敘述 另外的話 也許底下會有個 就是叫Netbar 那Netbar上面的話 我們是一個死板板的 你會發現這個是一個標準的 但如果未來的話 你可以把它變個顏色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把這個App給美化了 第二個的話 當然把它固定 就是Netbar可以固定在下方 然後另外的話 就回首 首頁的按鈕 上面的話 加一個按鈕 然後再來就是下一頁部分 比如說每一頁每一頁 你可以讓人家方便 在觀看裡面的相關的 連結部分的話 也許你可以 下一頁下一頁 比如說第一個 你可以先介紹他的生平 然後他的 一些 比如說相關的 文學作品 等等的 那你可以一直讓他往下一頁下一頁切 那當然 如果說他的字數比較多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拆解 比如說1234 那可以多拆個幾頁 讓人家可以 比較方便的閱讀 有點像 其實這個App 也有點像是 把它做成一個 適合手機上面閱讀的 一個電子書之類的 有沒有 字大大的 按鈕也大大的 那這樣的感覺 其實還蠻好的 另外的話 就是說 把顏色做變更 所以上個禮拜 我們等於是有點 複習 之前的那個 App的部分 就是 怎麼樣讓他的顏色做變更 顏色做變更 其實 我覺得看 其實當然不是很困難 只是說很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 最難的地方就是 你要怎麼調成一個顏色 剛好讓這個App 看起來 顏色是恰到好處的 所以這裡面可能還需要 增加一點美感的經驗 我發現 像我自己是覺得 最麻煩的地方 應該是 怎麼調成 哪一個顏色 配哪個顏色 到底是要同色系 比如說 整個綠 有的淺綠 有的深綠 然後有的什麼 或者是同色系的 還是你是反差 就是 對比色 那比如說紅色跟綠色 一個對比 那要怎麼樣巧妙的讓你這個 這個顏色做很協調的搭配 這個其實我覺得 最花時間了 反而我覺得要調顏色 是最麻煩的 所以你會把你點這個連結 進來的話就是 你有A 有B 有C 那以後如果你調 A的話 是什麼樣的布景主題 B的話是 什麼樣的布景主題 所以其實你可以調好幾種 甚至他還可以增加 C 還可以增加 D E F 也就是你可以 很多個布景主題 也就是說 你可以不一樣的頁面 可以給 不一樣的顏色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然OK 只是說 蠻花時間的 如果你這麼用心的話 那一定 給你很高的分數 所以期末報告 佔總成績的30% OK 所以 如果你希望 這個分數拿高的話 盡量可以把我們上課所教的東西 把它融入進來 然後找一個 我是 想法是 你就找個文學家好了 文學家那麼多 你可以找古代的 如果你不喜歡古代 你可以找現代的 甚至是找現代活著的也可以 比如說現在 看有些現在慢慢 好像你們學長簡作的那個 碩士論文題目很多 好像都做 現在都還活著的人 的那個文學作品 都也OK 反正你這個東西 基本上 主題 所以 期末報告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 就是要以文學家 古代的現代都可以 當成是 你的取材內容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 長的樣子 就是一定要用我們上課講的這種方式 包括就是說 我前面講過頁面 幾個頁面 當然你幾個頁面 你就自己在看設計 再來的話就是說 把所有的技巧 通通用照 另外的話 顏色 可以盡量豐富一點 沒關係 最後的話 你交給我的東西 我希望你交給我的東西 是一個什麼 一個 像這個是我挑好的 其實這個顏色 我有講過 其實是可以把它存起來的 像我之前做過的 你如果要存起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Share 這邊點下去 這個Share Share 意思是說 其實是分享給別人 除了分享給別人之外 你甚至可以把這個連結 記錄下來 這個連結記錄下來的話 將來你再點進去 它就會 按照你現在設定的 有沒有現在設定的 幫你存起來 它雖然不能儲存檔案 但是你可以按Share 可以按Share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我這邊有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是我之前 在2016年的10月21號 所做的 所以它甚至這邊有個ID 它實際上就是記錄這個狀態 如果現在我在Share的話 它的那個 後面ID的名稱好像又變了 所以其實它當然會一直一直 不斷的在 在做變化 當然這個部分可以把它記下來 以後的話 你可以接著再把 你的那個 布景主題 把它做變更 那至於做的方式 我這邊都有一個畫面 反正一 就選這個啦 不過記得一定要是 Version 它上面的Version 記得 你不要選擇別的版本 因為目前我們 是用的是1.01的版本 如果你選別的版本的話 你可能將來放在你的 那個 這個 網站裡面的話 會出錯 OK 這是第1個啦 那第2個的話 就是 再來的話 我們就選擇 加上這個 布景主題 那布景主題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上面顏色 你可以拖拉下來 拖拉下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甚至是可以修改 比如這上面如果把它改顏色 改成這顏色 你會發現一拖拉下來之後的話 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馬上會幫你把 你拖拉的細節 顏色設定 還可以再把它展開 那比如說它裡面有分什麼 Test Color 就是文字的顏色 目前的話呢 假如是黑色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其他顏色的話 你可以再自己調一下 比如你想要改成 比如說改成什麼 改紅色的話 有沒有 那比如Test Color選這個 那如果你把它 點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邊變紅色了 有沒有 細部的部分還可以再調 另外什麼 Test Shadow 就是它的什麼 文字的陰影 陰影部分 現在1PT 所以如果你假設改個 10PT太大了 改個5PT看看 有沒有你會發現後面有個Shadow 很小了 Shadow的顏色是什麼 就是 那個什麼 它的陰影顏色 不過理論上這個 這個部分你可以自己 斟酌去修改 那Background的話 就背景顏色 有沒有Background 然後Bolder的話 就是框框顏色 框框顏色的話 現在是黃色 如果你要讓它 醒目一點的話 比如說改成紅色 有沒有 邊框顏色就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 然後其他的話 還有 底色部分 如果你覺得這顏色 太深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再點一下 可以把這個顏色變淺 變淺的話就往上 變深就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個其實可以做很多很多的變化 有沒有 這個其實如果你會懂得調整的話 這等於是千變萬化 這個App我覺得 就非常 可以非常有看頭了 我是覺得 光這個ThinRow 如果你假設 願意花一點時間去琢磨的話 其實是真的可以設計出很漂亮的App 光那個背景顏色 就讓人家眼睛一亮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看你們現在使用的App裡面 其實說真的 能夠 有這麼顏色 這麼鮮豔的 其實倒也蠻少的 有些App其實都很陽春 很單純 但如果說你希望能讓這個顏色做得比較漂亮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比如說你還要改變什麼 改變 這些比如說像那個按鈕的部分 如果你按鈕要變成別的顏色的話 一樣 你就是 假設藍色器的話 你可以把它拖拉 有沒有你會發現 只要是有關按鈕的部分 它都會變顏色 那你可以再去調整它 比如說你要調什麼 淺綠色 淺藍 淺藍 或者是說你要 再變個顏色 變成 淺綠 有沒有 它馬上一拉 或藍綠 有沒有 哇好多顏色 只是說你這個 恐怕那個 你的 美感 你的那個 藝術細胞 可能也要夠 說真的 這麼多顏色 它總共能夠產生的顏色數量 是1000多萬種顏色 但對一般來說 眼睛 感覺沒那麼 強烈的話 實在說真的 要能夠調出 太多的變化 其實也是有限制的 另外上面這個顏色等等 像這個是A 你還可以再調B 還可以再調C 那以後的話 你只要在你那個背景的部分 那個 DataSync DataSync 那個屬性把它改成 A 就是這一個 改成B 就是換一個 改成C 就換一個 所以你如果有 假設做越多的話 你可以每一個頁面 給的那個步行主題都不一樣 OK 那是最好的 如果說變化越多 當然 給的分數越高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再把這個步行主題下載 特別重要這個下載最容易出錯 因為上個禮拜 就有同學放錯位置 要不就是 放的檔案 沒有解壓說正確 要不就是說 這個放的位置不對 那就會造成最後結果 不正確的問題發生 那首先當然你如果要把這個步行主題下載的話 那其實就一樣嘛 上面一個Download 你就把它Download的地方 給一個名稱 那比如說我106就給106F 以後的話如果你是別的你就是在改別的名稱 但是切記 就是不要用中文的名稱 如果用中文名稱的話可能會出錯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再來什麼 再來就是 把它解壓縮到 我們的 這個網站的根部底下 這個很重要 解壓縮到哪裡 先解壓縮之後 再把它裡面的其中一個檔案 叫106App 也就是你如果輸入的名稱是106App的話 你請你找到這個檔 叫106App.mini.css 那把它放到哪裡呢 一定要放對位置 放在你的 那個網站根部底下的 JQuery Mobile底下 然後再去修改你的 index.htm的這個地方 如果改正確的話應該理論上OK 所以 這地方我再示範一次 Download它 然後記得怎麼樣 把它開起來之後 按右鍵解壓縮 當然解壓縮你可以解壓縮字詞好了 它就幫你把這個裡面的東西解出來 那我只要找到裡面有一個 目錄叫SIMS 就是它的那個SIMS就是 所謂的 背景 或者叫布景主題 裡面的話找到這個檔 106App.mini.css 然後把這個複製之後 放到你的 這個網站裡面 我把上個星期的這個 我有給它一個名稱 106App 然後把它解壓縮字詞 上個禮拜的東西在這裡 然後把它 記得把剛剛的106App的東西 放到 這個裡面 就是把它按右鍵貼上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 就是我們要的布景主題 然後再來針對什麼 針對 我們的index的首頁那個部分 做變更就可以了 變更的話呢 只需要在第六 這個行數 你就屬 第六行的地方 把這個地方原來的 好像原來叫什麼 一樣是點mini.css 但是前面名稱不一樣 主要是把這個前面的名稱改成106App 就OK了 只要沒有改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馬上就可以看到顏色 那你只要在這個地方 點選什麼 點選這個頁面 特別是整頁選起來 然後呢 修改它的一個屬性叫DataSync DataSync就是 這個 頁面呢 它要的布景主題是哪一個 那如果你給A的話 那它就會長得像A的這個布景主題 如果你選B的話呢 那它就會長B的樣子 OK所以喔 每個頁面其實你都可以給不同的顏色喔 所以 最好當然我是 希望看到是 越 怎麼講 越繽紛啦 但以後你們要做 我說如果針對練習來看喔 當然喔 如果可以喔 變化越多的話 那表示你越認真啦 OK 只是說你要 你認真之外 那個顏色的搭配喔 可能也是要稍微花一點心思 因為真的要搭配得好 絕對是不容易的事情 如果可以搭配得很好的話 那感覺這個App 一看就 第一個 人家一般的還是看 看外表 對不對 所以 外表好看 剩下來就覺得 哇這個App 感覺很厲害的樣子 但如果你那個外表感覺就太樸素了 什麼都沒有 即便再厲害的App 感覺好像 也沒辦法吸引人的目光 所以這個部份的話我覺得這個Think Row 真的還蠻 蠻不錯的 因為它其實 可以花比較少的時間 可以很快的有一個布景主題出現 像上禮拜 我們就做了比如說有A有B有沒有 你看A跟B就長得不一樣 只是我搭的顏色感覺 反正就是 我是大概搭配一下 像這個就怪怪的 就這樣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呢 我們這個網站 就完成了 可是問題喔這個網站如果你要觀看的話 一般不就在Dreamweaver裡面看 要不就是你打開 index.htm 你可以怎麼樣 它會在瀏覽器 裡面讓你看到 有沒有就長這樣 但問題畢竟它還在電腦上面 雖然說我們可以把它縮小模擬一下 這個是手機 這個是平板 有沒有你會發現喔 它蠻厲害的它會自動縮放 也就是如果你在平板上面 或者你把手機放橫向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去做縮放 而且你如果捲動的話你會發現 底下這些東西也會跟著跑 有沒有這個底下一直都會出現 上面也會出現 所以感覺這個 這個東西 這邊有一個Home 有沒有 然後呢 就回到鎖頁 這邊又有一個Home 也可以下一頁 OK 那這樣的話呢 可是最後呢 我們 會希望說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一個手機的App 可以真的裝在手機上面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 實際上就真的把它變一個App 可是要變一個App 接下來你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就是這個可能要從 從106App的部分 把它在 切到那個雲端白板裡面的 D00的部分 如何註冊那個Phone Gap 這個把它改成清單好了 本來是這個啦 02的部分 你把它改成01 01部分的話 就是說 如果我要把這個 手機的那個 就是版本做出來的話 當然喔 就是我必須要先把 剛剛的這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 記得要按右鍵把它壓縮 那我是建議可以用7D 把它壓縮成一個 VIP的檔案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一定要VIP 第一個喔 OK 按確定就可以了 從這邊按右鍵 用7D IP把它壓縮 但是呢 壓縮之前你可能要檢查幾件事情 因為上禮拜還是有同學 做的時候 發生錯誤啦 比較常見的錯誤 一 就是 你的這個首頁 名稱 沒有叫index.html 而且字有打錯 要不然就是可能多一個字 少一個字 多一個空白 都不行 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樣 OK這個可能要 特別特別的小心喔 OK第一個喔 你不能 取別的名稱 要不然之前還有同學 取名稱叫index.html 少一個l 也不行 他一定要index.html 反正這是他的規則 那第二個的話 你可能要檢查一下 你這個 這個 images裡面喔 像我目前喔 打開之後的話呢 裡面都沒有任何的那個中文的 中文的檔名喔 然後在你的檔案裡面也不能有任何中文的檔名的資料喔 只要你裡面有一個 哪怕是 很小的一個檔案喔 他都會造成你將來要轉換的app出錯 OK這個可能要 特別小心一下 如果你這些問題都沒有 沒有發生的話 或者你可以打開看看 裡面也沒有中文 沒有中文的話 那表示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再把它 上傳到那個 Fonegap網站上面 轉換他就自動幫你變一個 手機app 然後也幫你生成一個 QR Code 你們將來 就可以把這個 QR Code 跟那個 而且可以把 手機的app 他 幫你轉換之後 本來是VIP的檔案喔 他會幫你轉換成一個安裝程式 叫APK 那APK就直接把它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就可以直接安裝在手機上面了 所以喔上禮拜我是有直接拍照啦 掃一下 那手機上面馬上看到的 就會是 我們那個 上個禮拜看到的 App部分 那你會發現 長得就是一模一樣 馬上就是 就是你剛剛在 電腦畫面上面看到的 就會在手機上面看到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強調一下 目前的 這一個部分 因為Apple的 iPhone 或者是iPad 因為它有很多授權的關係 所以它 並沒有資源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假設 要安裝目前它只有 這個支援到那個Google的手機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是用iPhone的話 可能也許不然你就是找一次 因為 身邊應該 找到Google的手機應該不困啦 你可以用Google手機試試看 那當然呢 怎麼安裝怎麼樣去轉換 上禮拜有講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因為這個網站 會有一個限制 它一定要註冊 而且這個註冊的話 一定要是註冊成那個什麼 Adobe的帳號 所以如果你這邊假設 你沒有Adobe帳號 你一定要申請一個 那申請方式 我這個不贅述啦 反正你就是 看你用 要用Google 用Google的帳號去連結 還是用你的FB 甚至你如果 你有Apple帳號都可以 反正你就是先 Create一個 Account 就是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你就可以利用那個帳號 去幫你做轉換動作 OK大概是這樣 所以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請各位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再稍微 回顧一下 然後並且整理一下 那個上個禮拜的重點 並且思考一下 就是那個 期末的這個作業 到底你有沒有 什麼樣的idea 反正我的重點就是 就是一定是第一個啦 做那個文學家 OK 應該沒問題吧 文學家你可以做很古老的 先勤的 一直到現代 甚至是現在活著都可以 但是是一個文學家就可以了 你不要做一個 這個名不見經傳的 或者是什麼的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課程 開在中文系啦 所以 或者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你可以再跟我討論沒關係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希望看到的形式 就是 請你把它用我們 教的這些方法 把它加上去 包含就是說什麼 一定要 看你那個Netbar 還有List View 有沒有 或者是影像地圖 那個 盡量都把它加上去 但是它加的巧妙 你可以放 像Netbar 你看我們102是放上面 那現在是放下面 你可以看你要放上面放下面都可以 List View的話呢 反正就放在中間也可以 或者是 你跟那個地圖 顛倒位置也沒關係 反正前提就是盡量 讓它看起來是和諧的啦 看起來是 不會那麼 突兀的就可以了 而且我覺得是還蠻好的 因為現在 手機App裡面 其實還是少了一些人文的 東西在上面 但很常想說 看一些 有關人文藝術啊 或者是舞蹈音樂等等的相關的App 其實在App 在科技領域上面其實是還蠻少見的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些東西 跟目前的最新科技做結合 其實也是大家應該值得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你們 學習這麼多 有關那個文學性的相關的知識 當問題你有沒有辦法把它做 轉換 甚至是跨域啦 現在學校特別強調就是 要 把 你們所學的東西 能不能跟科技做結合 這一個部分 去做思考 如果可以的話其實你可以真的創造出一個 新的東西出來 當然 也就是說 可以 才有辦法把 一些 古老的 或者是可能 這個文學相關的東西 賦予他的一個 算是新生命吧 讓他可以 重新再被別人 可以 看得到 而且 其實有些東西能夠被留下來幾千年 也還能夠 理論上當然這個一定是 文化的精華 所以 當然如果你可以把它稍微重新詮釋一下 或許 會有一個 重新新的一個面貌出來 當然我很希望說以後如果要找什麼樣的 相關 素材 相關的東西 文學性的東西 然後 一掃一下 手機的App裡面就有了 像比如說你文字學 說文解字上面有沒有 有沒有 說文解字的一個手機App 如果我今天 想要找哪一個小傳 然後哪一個字的說明 那它也可以秀出來 其實說文 不到一萬個字嘛 如果是不是有沒有這些東西 直接就放在這上面 或者生育學 甚至生育學裡面還可以 幫你把反切上下字 讀音讀出來 古人讀的聲音 跟現在人讀的聲音 有什麼要差異 對不對 不然你背一堆反切上下字 最後其實說真的 最後還是讀不出來 說真的 以前的話 考試都考一堆 但最後 還是離古代 還是蠻遙遠的 所以有沒有辦法把這些東西 跟現代的應用做結合 這個其實也是蠻值得思考 不然說真的 我常想說 讀了這麼多的古代知識之後 最後呢 畢業業之後 其實還是都還給老師了 還是 還是 又感覺好像 其實這個 還蠻差距還蠻遙遠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可以思考看看 當然你如果 我主要主題是文學家 如果你還有別的想法 沒關係 你可以再跟我討論 然後內容的話 形式部分 就是我剛剛講的 最後要繳交的作業 最後的結果 就是 第一個是ZIP 第二個的話 就是APK 待會我會再講一下 APK部分 然後第三個的話 就是QR Code 最好是給我QR Code 然後我將來就拍個照 然後就把你們做好的 這個App 我就把它裝在我的手機上面 然後跑跑看 對不對 感覺其實還蠻好的 如果你可以把 這些東西 都可以做出來的話 以後的話 甚至你們 你到外面打工 或者你以後的工作 老闆說 你不是在學校有學過做手機APP嗎 你幫公司做一個手機APP看看吧 OK 或者說公司裡面有一些 DM 可不可以 你乾脆幫我們做一個 DM 就是把DM變成手機APP 然後呢 給一個QR Code 以後 你就不用發傳單了 以後的話 如果有人要 看相關的內容 他自己就主動會去掃QR Code 你都不用去 給他 這個傳單 不然的話 說真的現在路邊 人家要塞給我傳單 說真的你會發現 現在越來越少人 要拿這個傳單 對不對 所以 怎麼樣把那個 大家的習慣 大家的使用習慣 把它 把它結合進來 變成大家 喜歡的一種方式 那我覺得這應該相對是比較好的一種應用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課程當然主要是希望 可以真的能夠跟現代 我們這個使用的習慣 可以做銜接 思考一下那個把一些 人文啊 文學啊 這個知識 把它跟 跟現代的應用 做結合 OK 這部分的話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部分